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川普的宣布呢 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个议题 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事情牵动到全球的敏感神经 1993年呢 以巴签订了一个和平协定之后呢 这个世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 中东的大规模吵闹 威胁全球的声音了 在那之前 1993 你想想看 多久以前了 二十几年前了 二十几年前 所以在1993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真的还有印象 就那时候经常新闻都在播报 中东都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 很多的冲突 很多的冲突 所以你只要上网查一个以巴冲突 就很多 所以在那个年代来讲 中东这个敏感神经 全世界从我那个年龄来讲 我那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经常的听到 听到这个中东的局势 我就会听到教会的长辈讲 说你们年轻人 你们要注意哦 耶稣快要来哦 那个是二十几年前 那很多人不懂说 那中东冲突跟耶稣要来有什么关系 因为确实自从1948年 以色列复国之后 那么基督徒都可以很明显的 感觉到末日的迫近 都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按照圣经的预言 一步一步的在应验 当然再加上这二十几年来的 强烈的地震 全球气候暖化等等等等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 自从以色列复国之后 全球的天灾的频繁 天灾的这个程度 严重的程度 不断的增加之后呢 那这个对全球来讲 确实到着很大的威胁 那也会让很多人 就很容易就联想到末日 川普一宣布 一承认耶路撒冷的地位 马上 这个中东的敏感神经 等于是又把它 本来是turn off了 关掉了 现在感觉上川普 就是没事去把这个开关了 就打开了 所以这就是造成全球的紧张 因为中东永远会牵连到 末日的敏感性 那这个当然对于 很多非基督徒来讲 他根本不承认圣经的末日 那他为什么要紧张 那这就是因为 中东的冲突里面呢 他又会引起很多的恐怖行动 那恐怖行动是 全球现在都感受到威胁 不是只有基督徒关系末日 而是说 中东的局势会引发的 恐怖行动 暴富行动 对美国的影响 那美国现在又是 全球第一大国 所以这个对美国的影响 会带来全球的影响 好 各位就可以可想而知 这一连串错终复杂的关系 就会导致全球都关心 基督徒怎么看 川普宣布耶路撒冷这个事情 这个对基督徒来讲 这件事情就知识体大了 因为呢 川普背后的这些金属 那不只是一个集团而已 他的整个选举的背后 还有很多的犹太人 所以当年川普当选的时候 他竞选的时候 他的竞选的承诺里面 本身就已经包夸了 要把耶路撒冷 就是说 这是承认为以色列的首都 那现在为什么在特拉维福呢 我很快讲一下 过去这一段 我想大家这几天 如果有注意这个新闻也知道 那就是说 以色列 他们现在占领耶路撒冷 这件事情 它本身就是一个 很复杂 很难处理的一个过程 因为当年呢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是犹太人被屠杀吗 那全球是很同情犹太人 说本来也没你的事 那希特勒 莫名其妙把你们抓出来 当靶子 而且用非常惨无人道的方式 在屠杀你们 所以战后呢 以英国为首的国家呢 他们就说 那好啦 那因为曾经在耶路撒冷呢 英国那时候是世界大强权嘛 所以呢 曾经英国是管理了 这个中东的局势 所以呢 在英国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主导下 他们就是要把耶路撒冷 把这块地还给犹太人 所以是英国在背后撑腰 才能够带来1948年 以色列的复国 那以色列的复国 所有的基督徒 真的如梦初醒 就是 哇 以色列复国了 天哪 圣经说的是真的耶 天哪 那圣经的意愿 完全是要实现了 所以呢 这些基督徒 就变得超级敏感的 川普承认耶路撒冷 他真正牵扯到的是 美国的命运 也就是说 美国作为世界的老大 这么久了 他一直在维持世界的秩序 确实当年的以巴安协定 美国的介入是很重要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 美国没事干嘛去介入 还是为了政治利益 还是为了背后很多的军火 还是为了很多很多 他在中东各国之间 上下其手 透过你们的冲突 我得到什么好处 这就是政治 政治永远是高明的骗术 政治永远最后 政治政治讲的 不管多好听 但是最后一定就是利益 因为政治就是谈判 谈判 为什么要谈判 谈判就是说 以前是用拳头打 我打赢你 然后我逼你签不平等条约 这是中国以前签的 太多的不平等条约 打输人家嘛 那现在说不要打 我们现在是文明的时代 不要打 那不要打的话怎么办 那不要打的话呢 来 大家我们一起来谈判 所以呢 大家就是 不要用打 用谈判的方式 而谈判最后还是利益 所以问题是来了 美国 我们就单刀直入讲 美国身为世界强权老大 这个一致还能做多久 我想这就是这次川普 承认耶路撒冷以后 会带来美国地位的更坚固 还是崩解还是动摇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我们下个评论 都是美国看起来 已经有一点不行了 当然美国 因为毕竟它是目前 全球最强军事教育各方面 它都还是最强 但是我想有几个征兆 我们看得出来 美国的地位已经不保了 所以我想这才是川普承认 耶路撒冷背后 这个最敏感的话题 这个角度比较少人去谈 那我们从基督徒来看的话 确实 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 美国在末日 当然有很多的解经历 大家可以去查 美国在末日的地位 从网路上会有很多的文章 也有很多人去解释 启示录里面 讲到的某一个兽 就是在讲美国 我想这个是确实相当有可能 因为作为一个全球领导 对全世界影响这么大的国家 在圣经里面不太可能没有琢磨 在启示录当中 应该是有美国 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确定 到底哪一段的描述是指它 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讲美国 从圣经里面来看末日的话 看到以色列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无花果树 它开花的时候 结果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到了 那么以色列绝对很重要 因为以色列是全人类的班长 它的命运直接牵动了全人类 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事情 OK 但是美国到底怎么样呢 看起来不明显 末日主要的纠结还是在中东 第二个还是在欧洲 还是在欧洲 因为从罗马帝国那个时候 从但一里的预言枪一脉下来的话 主要未来大家要观察的指标 一个是以色列 那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复活 我们接下来等着看他重建圣殿 接下来就会看到他恢复献祭 然后敌基督就会很明显 那么在这个以色列的记号之外呢 另外就是说 从罗马那时候 但一里的异乡里面 罗马的那个金的头 银的胸 铜的肚子 然后半铁半铃的脚 那个整个过来呢 都是在描述 比较是欧洲为主 所以欧洲共同市场 欧盟 这个才是比较直接的相关到末日 所以美国将来看起来 在末日的角度来讲 似乎他比较边缘 简单的说是配角 他不是主角 可是怎么看现在都觉得美国是主角 尤其是在川普当选之前 基本上美国还是个庞然大物 在全球没有人可以击败他 当然现在中国崛起了 但是很遗憾 我们基本上也不太能够从圣经看到 中国在末日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说 美国这么庞大的情况下 他怎么会不太有地位呢 我们可能到了见证历史的时刻了 可能我们这一代我们就看到了 因为我想自从美国选出一个川普之后 这个美国的地位的摇晃是越来越明显 大概如果我们要评论美国对全球的影响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谈论的 肯定跑不掉的就是911 各位你很难想象 现在我因为这两年到美国来服事 在美国开始认识一些以前不认识的朋友 那尤其是在纽约 纽浙西 东岸 我到那边去的时候 你知道吗 到现在 他们告诉我 我在纽约的朋友说 刘牧师 你不在这里 你没办法想象 直到现在 911在美国人的心里面 造成的那个阴影 是巨大的 他说这是一个永远要被谈论的一个议题 对美国人来讲 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件事情 一个左勾拳 就是911的事件摇晃了美国 美国被揍了一拳打得鼻青脸肿 这个就看得出来 美国在全球的霸权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OK 第二件事情 美国自己内伤 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这件事情对美国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就摇动了美国在领导全世界的一个地位 为什么大家是在看衰 因为它的负债 它印钞票 那个金融海啸带来的后遗症还在 我想这是第二件事情 影响了美国 它不再能够在全球 作为一个老大的地位 那第三件事情呢 当然就是我们要来说的就是川普 就是说川普这次宣布的耶路撒冷 其实美国很早他们就已经承认的 因为犹太人对美国影响太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美国长期都接受犹太人在背后掐着他的经济喉咙 所以美国早就承认了当美国的在全球的地位已经没落了 川普之后又会选出一个怎样夸张的总统呢 而一任一任美下欲旷 这样下来之后 有一天当美国不再能左右中东的局势 或者当美国的政治领袖越来越被犹太人掐住喉咙 越掐越紧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天 不是川普 没比下任总统或者某一任总统 终究有一天就促成了这事 又或者美国的地位一落千丈之后 国际局势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总而言之呢 我们最后的结论 今天的结论就是 李基督越来越破惊我们的眼前 因为以色列重建政殿献祭之后 接下来总要有一位出来瞧 尾巴冲突这么激烈怎么办 一定要有一个大有能力的政治家 在全球都很害怕 全球新秩序在等着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早就有预言家在预言 说当全球需要一个新的秩序 当中国的崛起 全球的局势不平衡 未来全球需要新的领袖 新荣也好 军事也好 动荡会需要一个新的世界就对了 而这个新的世界会不是由科技挂帅呢 不知道 当全球需要一个新领袖的时候 这就是在为敌基督 圣经所谓的敌基督铺路 而那一位全球的新领袖 有没有可能是教皇教宗呢 这是另外一段 一个可能的思考 会不会有一天最后 依然在全球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又会有教宗教皇出来领导 教皇也十里复活 500年前马登路德已经让他断手断脚 他当然还在 但是呢 威信大简 但是会不会到了末日的时候 教皇重出江湖 而这个教皇呢 他就再一次的解决全球的问题 成为全球新领袖 虽然离你很遥远 没有那么遥远 希望透过今天的讲解 大家会明白 哇 原来这么复杂 总而言之 对旧都突然讲 主来的日子见了 赶快传福音